10月23日,张绍涵以代言人身份出席的在台北举办的《奇摩交友全国单身日》活动 会上绍涵化身邱比特爱情天使,最后更加没有射中的红色气球强悍得自己扎破,因其场上小声一片 绍涵表示,自己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在外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,个性相合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,那我说321的时候,好不好,要拉弓哦,还是要保持可爱的手爱姿势哦,往往后咯,来,预备备 对对对对,来,预备备哦,321,请射出,来,射,等一下,等一下 好,自己除外天使还会倒带N机,好,谢谢,感谢,就一定要给他命中就对了,不能不命中就对了,谢谢 没有啦,没有,刚才他们说很多,倒是说很多,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什么外在的一些条件 倒是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相处的很,就怎么讲,个性很像啊,或者是很谈得来的话,那我觉得就是,是最重要的 对 绍涵称无尊是一个不错的男生,并表示,如果自己将来有了交往的对象,会是状况在决定是否公开 拥有普通少女心境的少涵,也希望有因缘出现,但是碍于艺人身份,总会因为刚认时候就被抱到而彼此产生故技,从而失去继续交往的机会 谢谢你们,就是,对,我觉得他是个还不错的男孩子,然后,但是,对啊,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大眼睛的男生啊 对啊,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眼睛小眼睛都OK啊,就是只要谈得来,就是最重要的 其实大家,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希望看到就是对方都很幸福吧,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,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可以公开的情况的话,当然是希望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点东西 其实我跟正常人都一样,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希望有因缘啊,或者就是会绑一些红线啊,就是希望就是可以交到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 但是,这都没有机会,就是每次都是在,可能真的刚认识,然后可能被报导写了一下之后,就可能会有一些顾忌吧,我觉得 在这边然后也没回来,咱们 在这里,有没有问题的那,我大家都想知道,你也是不想 test?" 是这样子又没问题的吗,是这样子啊,我回到了这里,但是我听说,就能带吧,你会不会有点好关系吗 是这样子又 är回来的,好准备一下,好准备一下,好准备一下